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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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后 圣灵世 圣灵愿 圣灵世 圣灵圈 在一身 永留成 圣灵后 耶稣 主耶稣 我向你 敞开礼礼 重生主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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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救耶稣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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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三堂的聚集 今天的聚集也是一个福音的聚会 这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五篇 好 那我们一共预备了这十篇的信息 关于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和生活的系列 我们之前看到了知道得救 看到了神完整的救恩法理和生机的一面 讲到了我们的受敬奉献暗住 清理救生活 并且上一周我们看到独圣经 圣经是多么宝贝的这样一个礼物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就是三一神和神的经纶 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根基的一点 那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 也是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比较深入的来看 究竟三一神是怎样一位神 神的经纶又是什么 那我们放下来 这一篇三一神与神的经纶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两部分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三一 听到神圣三一这个trinity 或者常常别的人叫三位一体等等 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神的经纶又是什么呢 经纶这个字叫economy 我们今天也谈了很多的economy的事情 但是从圣经来看什么才是economy 什么才是神永远的经纶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神 神是怎样的一位呢 其实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 在人里边放了这样一个灵在里边 使到我们人呢 对永远的事物是有这样一个渴望 所以这是人跟动物非常重要的不同 人即便是在最落后的这些地方 他们在里边呢 会有一个敬拜的这个心情 他们会寻求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 所以在各个世界各个古老的文化里边 都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一个敬拜的动作 但是在人的这个历史中 在各国的这种古老的这种文化里边 对神的这种敬拜 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在人的观念里面 神都不是单一的 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有 属不清的神山神海神 这个神还有土地神 各样的东西都有神在里面 但是其他各国文化都是类似 我们看看古希腊的文化是不是呢 希腊的文化也是各种各样的神在这个地方 天上各种各样的神 那埃及的文明也是这样 巴比伦的文明也是多神的文化 事实上可以说只有一个源头出来 是认识神是独一的 这样一个源头就是从圣经来的 今天发展出来的 凡是相信神是独一的这些宗教 他们的源头都是从圣经来的 因为凭着我们人的头脑 是没办法想象神是独一的 只有借着圣经的启示才能告诉我们 只有借着圣经 神才可以把它自己启示给我们 神是独一的神 所以我们来看这几个经节就来证明 神他就是独一的神 在诗篇里面 世人在歌颂神的时候 这边就讲到 因为你大你行事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以赛亚书45章 这是这个以色列人 其实已经是背叛神 甚至去追究很多别的 那些不是神的这些东西 但是神一直在照顾以色列人 向他们启示说 这节非常的重要 大家把这节能够记下来 45章5节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没有神 所以神向人清除的指明 除了耶和华以外 再没有别神 在新约里面也同样是讲到 偶像在这世上算不得什么 因为我们晓得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认识到 神就是独一的那一位 除了这位耶和华以外 再没有别神 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这样确切地讲 除了耶和华以外 再没有别神 但是呢 神是独一的情况下 这就有一个难处了 如果神是独一的话 我们会想象神 他是高高在上的这一位神 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这一位神 我们可以承认 他是这样一个造物主 他掌管了整个世界的运行 整个宇宙的运行 但是啊 这样一位神 却没有办法跟人来发生关系 他没有办法来到人的这个层面 跟神有交通 甚至啊 他没有办法来能够来同行我们人的软弱 因为我们人所经过的事情 神在高高在上 他没有办法经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 神如果他是高高在上的这位神 他没办法理解我今天所处的环境 他没办法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神 他不仅是独一的 我们还可以说 神他有三方面的讲究 我们这样说啊 三方面的讲究 有父子临三方面的讲究 怎么看出来呢 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一节 这边就讲到 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他在自己称自己的时候 一方面称他自己是我 又称自己是我们 这个单数和负数在原文非常的重要 那他的这个动词呢也很重要 一是常常有受是负数又有是单 就名词是负数 但是动词却是单数 非常奇妙 一章一节讲到 起初神这是第一次提到神 圣经第一次提到神 以罗星这个名字 西伯来的原文就是一个负数 起初神但是创造诸天余地 创造却是单数 是不是很奇妙 神是一个负数的神 但是他在行动里面就只有一个 一个创造 一章二十六节神说 这章非常重要 我们也把这一节记住 神说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驴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平地 并地上所他的一切 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他 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我们看到这边 直接就用我们这个名字 来指代神自己 看到神是个部署的神 但是二十七节他又说 按照自己这个原文是他的 就变成了一个单数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看到形象和样式指着神 他内底这个素质 他的这个琐事 并且他这个素质 琐事的一个彰显 我们看到神虽是部署 他的彰显就是一个单数出来的 法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新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节 明确地指出有父子 您三方面的讲究 这节也非常重要 大家我们要记住 所以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能读 让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所以很清楚的指明 父子圣灵的区别在这个地方 把它并列的列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名又是单数的名 这究竟有几个名啊 只有一个名 但是又有父子灵的不同 父子灵有区别 但是却是同一个名 指明这是同一个人位 主开遣祂的门徒 不是要进入三个不同的名里面 而是要进入同一个人位 独一个人位 就是这个三一神的所事里面 所以名词是一个单数 它的名是一个单数 就是有三方面的讲究 那我们可能就开始想了 有三方面的讲究 那如果这三个加起来是神的话 我单独拿一个出来 它是不是神呢 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神呢 还是说它是三分之一的神呢 如果它们三个加起来等于神的话 那它每一个是不是都应该只是神的一部分呢 我们人的逻辑会这样的解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 父子灵三者都是神 特别是当我们讲到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边说到 祂是一个完整的神 大家记住 complete God 完整的神 祂不是一个三分之一的神 祂是一个完整的神 也是一个完全的神 perfect man complete God 父子灵三者都是神 我们看 以波所书一章十七节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看到没有 荣耀的父就是神 没有任何的疑问 父就是神 基督来说一章八节 论到此 却说什么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玄奖是正直的玄奖 论到此 祂就是神 一点不差就是神 并且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说 太初有化 这边所称的化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读出来 化之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支达 六帐 这个支达帐墓 在这个 就是化成了肉体的那一位 特别就是论道子 所以说太初就有子 化与神同在 化就是神 证明子一点不差就是神 这一节也是非常的奥秘 当我们说化与神同在 当我们说两样事物同在的时候 一定是两个不同的 当我与同经同在 我一定是与他有区别 我才可以说与他同在 但是下面就说 我就是同经 从经就是我 这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奥秘的神 但是这一节 跟我们清楚的指明 子一点不差就是神 灵也是神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里边 有这个亚拿里亚这一个人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欺吼圣经 接下来就讲到 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 这几节给我们看到 父子灵三者都是神 一点不差都是神 这已经开始让我们的逻辑有点无法想通了 那是神 那有的人说 OK我今天我是一个学生 我毕业之后我就不再是学生 我在一个公司工作 我离开那个公司 我就不再是那个公司的员工了 父子灵他们是不是永远都是神呢 子在成为肉体之前是不是神呢 末后的亚当成为次生命之灵之后 还有没有主耶稣 还有没有这位子在这个地方 父子灵都是永远的 我们看 以撒亚书9章6节 非常重要一节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称为奇妙的侧师 全能的神 永远的父和名的君 父是永远到永远 父是永远的 子是不是永远的呢 西伯来书1章12节 你要将天地像外衣一样卷起来 天地就像衣服一样改变了 唯有你人是一样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别是证明子就是永远的 天地都会过去 主的话不会过去 我们二同时都还在忙上当 主的话不会过去 子也是永远的 灵也是永远的 这边讲到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知的献给神 这为灵就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看出 父子灵三者不仅都是神 而且他们都永远是神 父子灵都是永远的 不是说子只存在于某一个时期 或者灵只存在于某一个时期 父子灵都是永远的 但是历史上关于三一神究竟是怎样一位神 有许许多多的争论 甚至产生过很多的异端 这边又特别给大家指出有两个大的异端 这样的异端到今天都还是存在 这样的异端一直发展出来 成为新天有很多的这些异教或者异端的这些组织 都存在在今天 第一个异端是什么呢? 叫做形态论 形态论是什么呢? 我们人只能灵解 当我们理解神是那个独一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理解神怎么可能同时就是三 所以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去解释它 怎么解释它呢? 就是好像冰水器这样子来解释 冰水器它们的物质都是同一个物质 但是温度低的时候它变成冰了 常温的之下它又变成水了 温度再高一点就变成气了 就像是三个形态来回不同的转换 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 是不是? 那它们应用在三一神上面是怎样解释呢? 旧约的时候神祂是父 那启示祂是耶和华 我们说耶和华是父 那有的团体都说指认是耶和华 只见证耶和华 认为耶和华在旧约是父 到了新约之后呢 化成肉体就变成子了 但子借着死与复活之后 这个子又变成灵了 是不是好像三个不同的形态在转换呢? 大家记住这是个大的异端 这是形态论 不是这样的 不是父子灵这样的不同的形态在来回转换 父子灵都是神 父子灵都永远同时存在 所以形态论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他们是否认了父子灵 他们永远同时存在 所以我们记得形态论是一个大的异端 他们为了去强调这个一 但是他们却否定了这个三 另一个极端就是他们看到了 有父子灵的三个 于是就说这其实就是三个不同的个体 三 所以说我们原来的这种说法叫三味一体 很容易产生这种 产生这种困惑 三味的这个味到底是什么叫味呢? 如果我们理解是三味就好像三个人一样 那就变成三个神了 就是三神论就是说父子灵变成三个分开的一个个体 他们强调了三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个一这个问题 意思是说他们三神论 但很多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影视作品 甚至在这个绘画中在人的艺术中 不经意的就是落到三神论里面 因为我们想要描绘出一个神就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怎么可以在一位神上面同时描绘出父子灵呢? 我们想画一幅画都画不出来 那只能怎么画呢?画一个父在旁边 一个老爷爷的父在旁边 画一个子一个年轻的再画一个名在旁边 然后把它分开来 但是其实我们要小心三神论也是异端 因为他否认了这个义 好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闭面录这种异端呢? 弟兄姊妹记住两个很重要的词 一个叫做同时存在 一个叫做彼此内住 coexistent还是coinheritent 同时存在 这就看到了形态论是不成立的 父子灵同时存在 其中一个例子的经节就是 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受敬的人物 我们看到耶稣受敬的时候呢 有神的灵像鸽子一样下来 并且有声音 从天上的是谁的声音啊? 父子灵同时存在 并不是来回的形态在转换 但是呢我们看到 他们又不是三个分开的 他们三个是有区别 三者有区别 却不是分开的 不同的 但是不是有分开的 这边呢就看到 父子灵是彼此内住的 彼此内住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时间 原书他亲自讲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从我自己说的 但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住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人类的逻辑很难理解 我们两个不同的个体 我怎么可能住在你里面 你又住在我的里面 要么就是一个大的包盘 一个小的 要么就是另外一个包盘 另外一个 那怎么可能说 一个在一个里面 另一个又在这个里面呢? 人类的逻辑根本无法解释 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启示 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他就住在父里面 那是不是说明父就彼此 范围稍微大一点了 但是父又住在子的里面了 彼此内住 用怎么记住 co-inheritance 彼此内住 所以这两个经节 告诉我们 神圣的三义 实在真的是奥 同时存在彼此的内容 而且他们就是一 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一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以赛亚书9章的6节 我们看到父 可以说父就是子 因为这边讲到 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他的名称为永远的父 永远的父就是他的名 灵前十四十五章四十五节 讲到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把子成了次生命的灵 同时灵后三章十七节讲到 主就是那灵 他们就是一 这个子就是那灵 所以父子灵三者是一 当然当做神学研究的时候 看到这些经节 虽然他们无法否认这些经节 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 如果我们说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是不是我们就是在讲形态论呢 比方说灵和水变成了气 是不是我们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我们是不是就是在传讲形态论呢 我是形态论 我们来看 这边就是再深入一点 我们讲到这个三一 有素质里面的三一 还有精准里面的三一 这个是很多连神学研究都很难理解的 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来给我们解释 素质的三一是什么呢 其实讲到是一种本体的三一 一种内在的三一 他所描述的是神圣三一 他这种身为的永远的这种本质 他在本质上面他就是三一的 但是他又还有精伦里面的三一 特别是在这个神与受造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 那这种精伦的三一就出来了 所以刚才那几个经节特别像这个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很明显的看出了精伦的三一 所以这边我再来一段话 这边讲到形态论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他教导不止灵他都不是永远的 也不是同在的 他宣称那个父结束了与子的来临 那子又终止于灵的来临 并且互相内战 就素质来说他们都同时同在 但是在经伦里面 他们在三个连区的时期 是分别工作且表现出来 所以甚至在他们经伦的工作和表现里 但是他们旧的素质这一面 仍然是同时并存互相内战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清晰 三一不仅有素质一面的三一 还有经伦一面的三一 我们现在信息量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若是我们要跟我们的亲人朋友 来讲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三一神是怎样的神呢 我们有这些很重点的经节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神是独一的 以赛亚书45章5节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是耶和华 但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没有神 父子灵三方面的讲述 创世纪1章26节 证明神 他的名字是附属的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 照人 使他们拐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拔的一切爬路 马太福音28章19节 证明父子是灵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让他们进入父子生灵的名里 好 父子灵三者是以赛亚书9章6节 因有义婴孩为对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前必担在他的天上 他的名 必称为奇妙的措施 全能的神 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 像默默的亚当 神要是神明的灵 灵后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他灵 好 父子灵同时存在 那这边是描绘主耶稣 这个受敬的过程 那彼此内住 就还有十四章十节 当然十四章里面多次提到 他说到什么 我住在父里 我也在我里面 好 这些都是很宝贝的经节 我们讲了很多的三一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的复杂 让我们难以理解 灵后十三章十四节 就被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使徒在这一篇书信 最末了对圣徒们的祝福 他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非常推荐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 读这一个灰部本圣经 这一节的这个注解 非常长 但是可以说是神学界的著作 里面我就结了几段话 讲到 我跟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这三件不是分开的东西 其实是一件东西的三个方面 就像主神圣灵不是三位分开的圣灵 而是同一位不分开 也不能分开神的三个十字 这边三样东西分别讲到爱 它其实是圆头 因为神它就是圆神 那恩就是那个爱的一个流道 因为主它就是神的一个显出 那有这个流道之后呢 还有这个灵的交通 就像这个水流一样 才是主的恩同的神的爱的分次 这一种传说 灵是主同的神的一种传说 为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能够经历 并能够享受三一神 父子灵连同他们神圣的认识 所以啊 对神革三一的所有的神圣其事 都不是为了神学上面的研究 而是要让我们能够领会 它在这个奥秘格奇妙的三一里面 如何将它自己奔刺到 它所拣选的人 使我们这些蒙它拣选救赎的人 能够向使徒对哥林多信徒的祝福所致 有份于经历享受并得着 让一位经过过程 三一神从今时到永远 阿们 佣子妹妹回去读下这个读解 那我们接下来就刚刚提到了精伦 现在我们就讲到 神永远的精伦是什么呢 精伦这个词啊 在圣经里面有多次的提到 这边像在以佛所书 讲到多次神的精伦 精伦这个词呢 简单的可以译为计划 那其实它原文呢 希腊原文是两个词听在一起 Oikonomia 后面这个词来 这个nomia呢 基本就是律法 这个norm 律法管理或者行政的意思 Oikos是家的意思 所以这是讲到家中的行政 精伦 我们若是说要管理 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在家中的管理呢 在公司中也有管理 在外面的组织里面也有管理 也有行政 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在家中的管理呢 有很大的不同是家中有奔赐 家中有公务 所以神永远的精伦是关乎他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行政 所以因着在这个家里的每个成员的需要 他就要将他自己来分次出来 所以神的精伦一点来说 他是为了让他能够来分次 让他自己能够分次出来 让神的家人 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神的家人 在这个神的家中 都能够得到他的公寓 得到他的分支 这就是神他永远的精伦 永远的心意 让我们看一下这三一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永远的福分 在《明述记》里面记载了一段 神借着这个祭司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 特别讲到这三重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示你平安 其实这三面的祝福就给我们看到父子 三方面的祝福 赐福给你,保护你,是与父有关 我们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就祷告父啊 保守我们,脱离大愤 保护我们,赐福给我们 这是与父有关 父是与父有关 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这是与父有关 在论到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就像那个清晨的日光 用高天引到我们 他就像那个光来照我们 同时啊,这个面还表着了他的同在 主耶稣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主就是今日与我们同在 他的面光照我们,将恩带给我们 像我们羊脸,如果说面是同在的话 这个羊脸就是一个表情 这个灵是有表情的,是一个活的 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呢 若是做了他不喜悦的事情 会叫圣灵忧愁 但是呢,若是圣灵向我们羊脸 他表生什么? 这是圣灵对我们的一个印证 一个应许,一个许可,一个确认 我们里面有灵的羊脸 我们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确认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行事生活 是随着灵而行 因着我们有啊,灵在我们里面的羊脸 赐给我们,赐我们的爱 那今月里面,刚才看到这些 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 也是父子灵这三方面的 前面讲到赐福给你,保护你 这个明术基里面,其实就像这边所讲到 神的爱,因为他就是生命和光的源头 这个刚才明术基所讲到面光照你 其实这就是基督的恩 基督的恩在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能够享受 灵的羊脸正在是这一节里面讲到圣灵的交通 做神乐和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父子灵又在这一节里面 主的恩就是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来享受 那神的爱就是神的自己 这个是一个源头 圣灵的交通就是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 圣灵自己做了这样一个传说 因着有圣灵的这样的传说 我们今天每一位都能有份于这样一个祝福 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末了是怎样 天使又指给我看城内的街道 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河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圣经的结局就在于这一座城 新耶路撒冷的城 这可以说是整本圣经记载的终极完成 那终极完成是什么呢? 依然是神圣的三意 父子灵 父子灵 我们看到有神 特别是讲到做宝座的这一位神 祂是源头 是这个水流的源头 还有羔羊 羔羊是我们的救赎物 还有这一道生命水的河 这边生命水的河是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这个蒙福的这一个道流中 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的终极应验 林素季的那个祝福的终极应验就在《启示物》二十二章一节 这样一个图画 新耶路撒冷的图画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有一段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 我们看看他们如何来经历这一位赎物水 对 请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还有福音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山山姊妹 这是我的弟兄文里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叫宋欣 他是现在已经是大字的学生了 我想感谢主 我是在2009年在国际教会受计的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4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最初认识 接受福音认识主是在2002年到美国不久 那时候我还住在芝加哥 那时候有一天我弟兄姊妹说 哎呀他接到一个伊利尔 就是说教员最近有一个福音聚会 那我就怀着好奇的心情也就去了 那里的圣族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好 也就是他们在我亲里撒上了三种国 让我有一个继续学习主意心 我们在芝加哥住了两年 然后我自然道德区区的有参加学习 然后又搬到密西根住了两年 然后又搬到绿苏里住了一年 但实际上那几年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孩子还小 人女很忙 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工作 所以我就心里就觉得很苦恼很郁闷 好像觉得这个路啊已经走不下去了 没有路可以走的 但是人的尽头是神的祈祷 我们2009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湾区 然后呢我们就加入了和夫妮教会 在同年的7月份我们就受敬了 在那以后呢我们就有了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 然后呢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经 一起唱诗歌 感觉到非常的喜乐 那我心里的那些苦恼 那一些个郁闷也一点点的都散去了 所以呢我是非常的感谢主 另外呢我就是常常的封守主 在我确定的时候我会封守主 因为主赐给我的一切 在我受挫的时候 我也会呼求主 因为主会把我带到他那可安些的草草 只要一呼求主 我就感觉到莫名的平安 所以呢时间过得很快啊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呢我感觉到越来越深的感觉到 主是让你的爱了我 就是给我的超过我的所从所想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主应该写一堆神迹啊 来证明他的存在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平安的 坐在这里静下心来听福音 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以前我是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工作 那早上六点钟起来 要整天去上班 然后下午呢 六点钟基本上是六点钟到家 班都是很急劳了 那也说开车呀就很容易犯瞌睡 经常的打瞌睡在开车的时候 所以有一天啊就疲劳到一种程度啊 睡着了 睡着了那非常危险 那个车就转到了这个路边 就撞到了路边 整个车都报废了 但是感谢主啊 我这个人确实完好无损的 我非常感谢主对我的保守 非常感谢主对我一次一次的救拔 我还感谢主把我摆在弟兄姊妹们中间 弟兄姊妹们时常的关亲我 给我鼓励 我继续往前 而且弟兄姊妹们对主的爱 也是不断的激励我 让我不断的扩大我自己的度量 原先我总是那种受服侍的对象 原先总是来服侍我 现在呢我也可以去服侍别人 参加这个 这个办事的服侍呀 儿童的服侍呀 能够进到一点公寓 能够成为一个活儿进公寓的肢体 来到教会生活是非常的甜美 我希望主能够继续保守我以后的道路 更多的经历主 更多的领略主的扩长高深 阿们 阿们 我继续了 我继续了 我们就分享了自己 然后就是 我就想了怎么来怎么来讲 非常考虑了什么 但是呢 我们讲一讲 我这个瓦器啊 如何做成现金这个样子啊 那个现金的话 我这个瓦器啊 那口 上头敞开了 那也如何是能了 这个如何 成为啊 主啊 人家是基督啊 这个 得胜的这个贵物里面的父 所以 这个简单的概念 我这个就 给你了 我的话 是 出生在一个子龟啊 这个是红北 红北省啊 余昌社 屈原说的老乡啊 哈哈哈哈 到我家了 我妈妈是个农民的 对 但是你都不知道 我就是 我出生了就是农民的 我就是农民的 但是的话呢 曾讲的过程没有 一个心思这个时候 一个心教育我的 我就叫跳龙门啊 跳龙门 唯一那个渠道就是 好好的书啊 是啊 我也就是 小的时候 本期这个 这个里面呢 好好的书 我是个乖孩子 妈妈 家里有什么事情啊 萌活啊 我们今天我家里 是个神态 嗯 但是说的 我来说 盟主的保守 都因为的名义啊 有很多事情啊 我的计划 啊 我的计划不上钻啊 但是说的 神的名义啊 一步一步就是 把我带来现金啊 嗯 嗯 我就举个例子啊 嗯 我上大学 大学 不是我生到的 嗯 专业不是我生到的 嗯 我的 我一天就生了 大学是我生到的 我生到的 学校是我生到的 但是呢 专业不是我 专业也做我换的 嗯 在这边呢 上大学 在这边呢 在留学 到芝加国去服输去啊 那真的是 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嗯 在大学里 在人间的证划之后 跟着汤儿 然后出国热 我要去 就是那个 考了拓博 台湾比阿姨 但是仍于 没什么钱心平啊 就是 这就做罢了 后来因为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 我后来工作 就是在 在杨津呢 在药特拉学 那时候 三三呢 已经认识三三 了 嗯 然后 在结婚呢 还在一起去 到 到武汉去 到武汉呢 就是 当时呢 在武汉呢 我实际上找到工作 啊 那个 华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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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但是这个 学校 要的大学啊 怎么说呢 你个人是不不爱人是啊 哈哈哈 还是小是 哎 迫是我说你读书可以 你那在调度工作啊 不让我办 嗯 如果就是我去 再调个大学去 那我就去 迫是我自己 那很多学 所以我就到 到那个 到那个 学生所 武汉的学生去 做这个挫折 中间也有很多的挫折 你知道吧 嗯 我去读的时候 他又不是不过开介绍性 哈哈哈 不过开介绍性 怎么搞呢 我说我就是 我因为到南京去 就是有好多朋友 好多同学 你知道吧 他当时就在南京里的大学 当老师了 他以前开工 他们下海了 开公司了 他们当时的公司 后来又回来了 但是公司的章子还在 那就我就 从他都盖个章子 我就去报考了 在这个指定前去 后来录取了 录取以后 那个 后来 那又 又去把那个 这个 这个 同样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咋办呢 把我的 那个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档案 对于调到我以前 本科毕业以后 出生的这个 这个工作的地方 所以中间经历了很多 堂 但是感谢主 一定赢你 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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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水晨所里面 在水晨所里面 以后呢 突然有一天呢 我收到一个音乐 就是我在南大的 那个 师兄 他是南大的 呃 贵教授了 后来台 到美国的那个 密西根大学来做 博士 他就突然 他说 你还想不想出国啊 嗯 我说我还想啊 他就说 他就告诉我 他那个 他那个 他有次开会了 认识一个 一个党师 这是 是做 在 在 estableyl子 那个 诚文会 这件事情 我当时需要一个人,推荐的,做科研的,从我的店到美国来的,所以说我的身体费都没有交,我当时是帮我交的,我考了一个科普的,所以说这已经顾问的关口,我就说,感谢主要来的,在这种情形下,我没有去反叛他, 我想也是顺应那个亲密的一个,一个引导,一步一步的,但是感谢主席,已经这样招待在美国,在美国的话,就一片天就向我打开了,首先我特别想讲到,我就刚才讲到,在西亚哥那里,学校组织活动,跟那个学校附近的一些美国家庭,就是相对来接待,我们要反处在美国生活,生活的共识,在郊区, 所以,加个交去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美国高中老师,现在已经三个孩子,那时候正好有两个,一个马上出生了,他们家的爱,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有的节假日,什么元旦啊,圣诞节啊,感恩节啊, 还有,他平时过来接我,他就拍照过来接我,坐来接我,已经接我们一家,还是出生了,我妈妈过来照顾我们,整个一家人了,他们的话,就是每一次,没有一次过来,一直到我的生日,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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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里面。 但是他没有向我传什么福音的,在比加哥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校园,也有那个家庭去训练,也在那个时候他就站在这里,就感谢主啊,以前的话,可以说神靠着我们这个,祂对我们的那个领导带领,我们是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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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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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为这个事情的意义 因为我特别想讲一点 就是说我在当初的话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短片 就是当初在这样的后来 在过后的时候 刚才也讲到 那个时候实际上我 很不体谅他 我也很忙嘛 本来就有一些大男的主力 现在看的话 就是说家庭的话关系 非常的 这个很吉祥 我又不理解他 我觉得他很闲 但是到一个地步的话 就是说家庭有很多的无击了 奔潮啊打绕啊 但是我有一天 到一个地步 我反而醒悟了 反而醒悟 在这个时候 我家还是我反接主啊 这个圣经在那边的光照 我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 我跟这反而醒悟 认识到我自己 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的命运的话 在那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反而 这个后来就到 到这个 我跟他还讲一讲 我那个博士的话 那专业 大学 都不是我想象的这个 所以这个什么专业呢 就是 他被他被他 哈哈哈哈 要是我自己选择 然后绝对不会说 选一个他被他 因为我觉得他被他 往往涉及到 对吧 政府不明的 对不对 而我这个语言的话 又太好了 我等 如果是 我绝对不会选择那个 我不会选一个 他就在一个 哈哈 选择一个化学啊 然后选择物理啊 但是 但是我还是来了啊 但是最后的话呢 感觉只得带你了 我现今在 加州公共屋这几个 你就还自己带你 一个小的团队 这个我特别的想讲啊 在这个加州的这个 这个来的后 我就去寻找 我们这个当地的教会 我就在我们图书馆呢 爱巴尼图书馆了 去问 正好一问就问到那个 罗子凡人 哈哈哈 罗子凡人就把人 听似的电话 加低地址 起了 我星期五的话 我就到来去了 然后就呆了 呆了六个月来 就是我在 六个月以后 就在黑格拉斯买了 一个小房子 一千的 一个一千尺的房子 有一个讲 但是三十一屏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只能可以想象 那个听有多久啊 嗯 但是我这第二天 要搬家的时候 就那个星期五啊 然后就受尽了 就受据很很特别的 在那个时候啊 那个段天华弟兄啊 是 我们宜昌的老乡啊 全职服饰在美国来的 嗯 他来了 他狠狠地踢了我们一条 推了一下 哈哈哈 把我们推进去了 那个时候 按照我 按照我当时的那个说法 我可能觉得不Ready的 嗯 但是那个感谢主啊 我在现金下 如果那个没有 组织的那个 这个这个调动万有啊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说不定我还现金 还是一个新的 哈哈哈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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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自从到教会 以后我做 嗯 我也随着这个牛啊 嗯 去啊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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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小的家就打开了 哇 其实当时 那个比较大的桌子 那个桌子 那个桌子 你摆着吧 把那盾子一摆了 他们的客厅就买了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 说可以见证地讲 这非常见证地说啊 非常有喜悦 是 所以当时那个 这个是我们那些小孩 那些地银子类啊 像 恩杰地区呢 在我们那里就会 像那个那个 那个之后 那个 冰衣子都还没有在那里 哈哈哈 对不对 可以见证 我们挨家 还要顾客 那种 对不对 每个星期五 我们都非常的快乐 是 非常的那个 我现今还非常向往那个生活 哈哈哈 我这个那个 我们那个 读了那个 我记得是 呃 书艾基 对吧 书艾基 我们就是 就是从 从从从从从到尾 嗯 也是对我们 对我们的生活 打开了一个 我们在这个 那时候 那个 那时候 那个 还要把这个 他们是对圣经很舍得 带给我们 现今在这个教会中文里面的话,有弟兄互战之间的带领,现今也有一点点不适。 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外在来看,好像有很多事情,但是对我们内在来看,是极大的事情。 这里来讲,要是有一些需要,有内心,有感动,就起来,这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我本来讲到一个,我们家庭的工作,借助我们的教会生活,其他的文化。 我的家庭和国际关系,我现在就更多的,我们的铁量,铁量散开了。 反正知道,我知道,我可能还是出现了。 至少但是我现在,我知道,就是从内心里知道。 我们的妻子是一个,怎么说呢? 但是呢,我们摆在一起,一起而承受生命绪。 我们都会在彼此。 我跟孩子也是,跟父母也是。 如果没有组合在里面的话,我想在我个人这个里面的话, 这些关系都很难处理。 在工作里面也是。 我特别想讲的,甚至在一个,我们的公司, 完全是用语气,分析语气,做购物品,化质物品。 甚至非常有补质。 像你这个时候做那个,就是增化武器的检测。 完全是Science这方面的。 但是我可以亲身的见证说,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出现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是在主义手里。 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时出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们就是吧。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突发之间应急啊。 我们平时为止的话,就是每一周的话, 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都有一次两次的, 这个总CTC的那个,叫什么? PT, Professional Testing的那样子过。 它跟我们这个Performance的话, 等整个州加州的国款,这个吸气挂针的, 我们每年这个加州,那个应急反应这个国款的话, 上千万的。如果我们的Performance不行的话, 我们的Cut的话,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借着这个工作环境啊, 我们带着我们那里,像,像,像,我也是,像, 像做祷告啊,有很多情形。 但是主都应急了。 最近一次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的, 然后是经历了。我们当时非常急。 因为Performance已经两个,就这两个星期了。 我们周末的话,就等着这个多福来了。 但是直到最后,星期四。 最后那个,就是,就出来了。 这个也特了,很顺利的特了。 但是前面那里很难解释, 为什么突然这么一切都不工作了? 我们两个同时都不工作了。 我想说,说到那天上, 要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啊, 让我们浮浮下去了。 感谢主。 我建设你的工作的话,我也祷告主了。 如果是能够,主能够, 让我挪去我这个压力的话, 要开始的带领吧。 就是我认为想见证, 主是非常正确的。 主这个三一省的, 还有金五, 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是我们在他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要看一个小粉丝歌, 二十六首。 我们要唱一个小粉丝歌,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小粉丝歌的二十六首。 大家大概会唱, 我们可以一起唱。 小粉丝歌的二十六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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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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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ıyı太ág一。 ゴローマネ巴告上人了. 我们今天讲了 这个三一神 非常的傲逼 那我们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其实啊 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反应就是可以很简单 因为神的经轮就是 他要把他自己分制给我们 那在我们这一面呢 为什么说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敞开的照 我们被造就是一个容器 问题是我们这个容器 能够向着他来敞开 所以啊 最后呢 我们怎么样来向他敞开 其实祷告是个很好的方法 向着主来敞开我们这个全日 向着主啊 有一点的祷告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 我可以带着大家 可以有一点的祷告 那我们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甚至你们可以愿意闭上眼睛呢 我就带着你们有一点的祷告 这个祷告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唱的这首诗歌 三一神来做生命 我们可以一起闭上眼睛啊 我们一起向他有一点呼吸 向他有一点祷告 哦我神 在你里有永远的生命 在你里有永远的生命 这生命在子里得显明 如今主复活里提成为生命灵 如今主复活里提成为生命灵 在我里点火我赐生命 在我里点火我赐生命 哦看呐 哦看呐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间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间 你流出这一道生命核 你流出这一道生命核 神乃是生命圆 神乃是生命圆 主乃是生命圆 主乃是生命圆 三一神永流成生命核 三一神永流成生命核 哦主耶稣 主耶稣 哦主耶稣 主耶稣 我向你敞开灵 我向你敞开灵 从深处呼你名将你饮 从深处呼你名将你饮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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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这和我全亲 向这和我全亲 三一神慢全人做生命 三一神慢全人做生命 那我们这样子向他祷告 向他敞开 三一神所有的福会呢 就借着这一道流到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那些圣殿 与那一个宝座 阿们 那我们今天的福音聚会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还是会有这一个 新的一个主题 基督徒的聚会 第六天 第三堂的都结好了 结好了吧